我需要一个 一个知己 我就是你的知己啊 只不过是蓝艳知己而已 行了 我也不兜圈子了 我就直说了吧 能不能把你的肩膀借我靠一靠 借一个哥们的肩膀靠当然没问题 但如果想做终身依靠 恐怕会让你失望的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让我失望吗 如果秘密是我手中的泥巴 我一定给你捏一个完美的男人出来 可惜我说了不算呢 方怡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她怕我给不了你幸福 怕你走火入魔 所以才急着把我叫到你们家去 给我介绍对象 我特别理解 作为一个母亲的这种心情 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不用什么事都听父母的吧 但有的时候父母的想法 比我们更理性更现实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怀念我们上大学的那段日子 可惜 那种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人不可能一辈子 都赖着不长大呀 不过你那个时候 就傻了吧唧的不解风情 现在也还是那个德行 你慢慢想吧 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 到时候你得跟我道歉 回家喽 既然没心思工作 这干脆休息吧 坐在这耗时间多浪费青春啊 谁说我没事干呢 想要忙碌的工作 冲淡感情的烦恼 我告诉你是没用的 你这样是折磨自己 你呢就应该现在 把电脑关上出去走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心情立马就好了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我真是快让你们烦死了 在家我妈不停地唠叨 这可好 你现在已经称你大舅妈的替身了 在公司也不得清静 要不让人活了 行行行行行行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跳走了 干嘛呢 饭都凉了 丫头 我那帮老姐妹特别热情 最近啊 又给你介绍一堆的候选人 大不 我今天正如声明 以后再也不参加任何相亲活动了 最后一次行吗 不行 你再逼我 再逼我我就出家当你过去 别呀好事多磨呀 说不定最后一个 让你磨着呢呢 这次这个是个大学老师 配你戳戳有余 你不用了 那说明我配不上人家 让人家另请高明吧 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了乔乐生 我告诉你惦记他也没用 就算你愿意乔乐生也不会那么没生钱的 不就给人家屎伴呢 哎呦 疼死了 刚才开车就差点开满路牙子上去 哎呦 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快给我找点料吃吧 好好你等他 我给你弄了安身汤呢 来来来丫头 哎呀 这汤给你弄好了呀 好 看见没有 张 张张张 这掌子可太猛了啊 这是上演最后疯狂啊 赶紧抛 说什么呢 抛抛 怎么能抛呢 主力手底的筹码多 一时半会儿他根本出不了货 还得涨 我跟你说啊 这庄家出货的手法可多了 要是利用前几天震荡的时候 用对冲的办法出清了筹码呢 哎呀你懂个屁 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让你盯着呢吗 没见着大手单出货呀 还得涨 给我打 蓝姐 蓝姐 老鱼一晚上都没回来啊 我 我按照你的吩咐 一直拨他的电话 一夜都没打通 我 我这才刚睡着 你回房间睡吧 我自己做早餐 去吧 不好 形式可不妙 会不会是震荡上行呢 像一切千里 你看看 汪上早还汪下 坏了清仓吧 慌什么呀 主力再出逃 全是大单出货 新一轮的房产调控政策可能要出台 庄家去雨一节 完了 跌停 至少是三个跌停吧 不至于吧 老公回来了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大风大浪我都闯过来了 今儿在阴沟里翻了船呢 出什么事了 你别问了 你让我一人静会儿 你要老想一个人待着结婚干什么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男人的这点破事啊 你甭管 就像我似的 我从来都不管你们女人的事 你平时的事我什么时候问过呀 这不是看你心情不好我担心你吗 有些事啊想开了也就算了 就像我当初失恋的时候似的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婆 道理我懂 那做起来难哪 别想了 你跟我说说话 把不高兴地说出来 没准就没事了 你让我说什么呀 你看看我现在混得这样 我小女儿 可没法见 想孝敬父母吧 还谈不搭理我 玩个股票吧 还可玩砸了 对了 还有那该死的乔老生 你怎么还没忘了这个茬啊 我怎么忘这茬啊 你老公在外边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上上下下公司里边里里外外 谁不跟我面子 偏这小子 他只要一见着我 他就跟我较劲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倒觉得 不见得是人家跟你较劲 是你自己跟自己较劲 你就不能想开点 把这事放下 你宽容一点不行吗 宽容 我怎么宽容 老婆 你还见得着 比我更宽容的人吗 要不是这么着 你出去 你去找一个 比我还宽容的人给我看看 我告诉你 只要你叫过来 我立马给他跪去 我给他作医 我给他敬礼 你要老这么想啊 谁也帮不上你的忙 你干嘛去啊 你给我做点吃的呀 饿了 喂 东方 你下来一下吧 我在家具城楼下呢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有什么事啊 要不你进来说吧 我就是路过 不上去了 说几句话就走 好吧 等我一下 走 你可有日子不骚扰我了 最近日子过得不错吧 不怎么样 有话都没地说去 就跟你除了我没朋友了似的 朋友倒是有 这不习惯了吗 什么话都跟你说 行 我听着俩上说吧 玉莲海最近犯病了 他把什么事都赖在 我跟乔乐生身上 不论他生意失败 还是股票赔了 他都怨我跟乔乐生 他说自打他知道 我有意隐瞒 我和乔乐生过去那段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不顺 越做越倒霉 这么没出息的话 亏他说得出来 你还理他干嘛 我现在才知道 幸福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而且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我现在这样是自作自射 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承认 当初你嫁给于莲海 是因为有其他的附加条件 东方 你帮我把乐生约出来 我跟他商量商量 现在该怎么办呀 这事你跟乔乐生有什么可商量的 这奇怪 你千万别把所有人都搅和到 你们家那点破事里去 为什么呀 你不愿意让我见他呀 我没有啊 你要想见他你自己去约 我反正不管 我能自己约吗 那于莲海不是更怀疑了吗 你既然知道这事犯机 又何必去做呢 再说了 乔乐生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你希望他干嘛 帮你去劝于莲海互星转艺 还是帮你去揍于莲海一顿 接接气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杨曼 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对乔乐生 有任何心理上的依赖了 他早就不是你男朋友了 他应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可是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跟他也有关系不是吗 我的事他不会不管的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吧 我就是爱上乔乐生了 我从现在开始 要跟他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我不希望你差足 明白吗 董方 你怎么这样啊 你到底还算不算我朋友啊 凭什么因为你是我朋友 我就不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 我就不能跟我爱的人在一起啊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 那我们这种虚伪的朋友 就不要做了 你不能换个仁爱吗 不行 这个世界上我就爱他一个人 就算你今天瞧不起我 就算你一辈子不爱我当朋友 我也没关系 我必须跟乔乐生在一起 你不想要你 我可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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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身体怎么样 做了一个按摩好多了 你以前做生意也有赔钱的时候 怎么这次才赔了百分之十 你感觉反应那么大 不是 你是不知道 这人药抖了没啊 喝口凉水都塞压 我就好像掉一坑里似的 怎么折腾都是低谷 我想啊 这都是让这通胀给闹的 你说 现在有些企业吧 它不做主业 有钱专高投资 这是舍本求没 你看咱们不也在跟风吗 其实要有常远的眼光 就应该回到自己的主业上 踏踏实实 干点自己熟悉的事 这我知道 可这欲望这东西 有的时候 你控制不住啊 别的我不说啊 这点我跟你想到一块去了 对了 明天不要跟那个 乡镇企业的几个头 要开会吗 谈判的事准备怎么样了 法律顾问那儿 没准备好 小年轻的办事太拖辣了 我想让物流那边的乔乐生 过来帮帮忙怎么样 行吧 反正他这方面也是老手 那明天你一块去吧 等着再说 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呢 乔乐生在哪儿呢 你咋在哪儿呢 我找乔乐生有事儿 你给我把他叫你 叫什么来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这是姐夫的公司 到处都是她的眼线 你小点声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我小什么点声 我告诉你啊 你这样做不但是害了你 还害了我 我找的有事 我有话要说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是乔了声吗 你可以把我当成乔了声 不行了 我跟你讲 姐夫随时接地都回来 赶紧走 我 我有话要说 那你给我倒杯水喝 都没烧开呢 赶紧 都没烧开 你俩 我唱了一篮厉害 对吧 请上 杨曼来干嘛了 他路过来看我的呀 乔老生了 有事没有来呀 不可能乔老生在哪 真没有来呀 杨曼是不是来找乔老生的 我说你能信吗 真是来找我的 放屁 咱骂人呢 喂 清昌 怎么了 我就说你得长点心嘛 你还不信 出事了 姐夫真看见你来了 你知道吗 你姐夫看见我了 反正我是咬死了 你是来看我的啊 好 这人呢 正好的呀 这是不是太硬了 小喇叭开水广播了 建议本人今天心情甚好 所以请董方董小姐吃西餐 我去 我替我姐去 当然了 鉴于甜甜和董方小姐特殊的关系 以及甜甜能够对董方的特殊的影响力呢 我答应 姐 那我去 她愿意请了你就去呗 哦 早了 我吃西餐饱了可饿 快快 董方 你真去啊 什么意思啊 你真去我就真请 你是不是好歹去换去啊 你问她敢去啊 我真不敢 我们吃饭 喂 那我真的 那我真的 你能找吃点吗 我哪儿去啊 我哪儿去啊 尝尝这个 还有这个 这俩都是我做的 看看长进了没有 你要是觉得好啊 以后天天给你做饭 每天露一小手 吃啊 对了 我那天新网啊 现在已经拌起来了 而且口碑还不错 已经为好几个贫困山区的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捐过款了 大家都反应挺好的 我还挺骄傲的 你看没有你 我这事业做得也挺成功的 你今天下午去物流公司了 你听谁说的 物流公司是我的下属企业 你四处乱窜 我能不知道吗 你肯定又觉得 我是去找乔乐生的吧 你就是去找乔乐生的 我真不是 我今天是去找庆昌的 你找宋庆昌干什么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那天新网办起来了 我觉得那小子 应该帮帮忙出出力 帮我捐点款什么的 怎么了 如果你要想捐款 你应该找我 我是这公司的老板 你没事找宋庆昌 为什么呀 我不是觉得你忙吗 我忙你也可以跟我说呀 那行行行 我下回跟你说啊 我本来是好心 结果还惹你生气了 别想太多了 吃吧 我今天把刘朝伟彻彻底底别给咋了 什么贵点身我替你报仇 哎呦 你这完全给我惹麻烦 他早早晚把这账全算我头上 没账 什么 我给你脱了 没账 咱俩这根 这根雷啊是不是 就是田田 一国实者 让我伺候他舒舒服服的 这情你认也得认 你慢点 老刘真不好意思啊 田田这丫头太不懂事了 真不好意思今天让你破费啊 你别在这儿睡啊 回家睡去啊 田田你赶紧送老刘啊 送他回店呢 刘朝伟 刘朝伟 走了继续喝酒 喝酒去啊 别磕着吧 红的还是威士忌 都行 快要求你了 贵你了 再来一斤白了 一两一斤 一波一块受 那你走 快点 不是 怎么回事啊 喝多了 坐坐坐坐 不好意思啊 还是上回咱们说的那个 关于续签这个 广告宣传片的事 这是策划案 你先看看 行行行 那我先� și an 回头我看 送走一个又来一个 我跟他能一样吗 我是来干工作的 男人都一样 刘朝伟那个架势 像是来逼婚的呀 我跟你讲 下次他又再来 估计就是抢亲了 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最近是不是有点 走火入魔了呀 能不能想办法 让他清醒清醒啊 名话有主啊 你身边的位置 但凡被别人占了 他的心就死了 对对对 这事得找我们老大呀 靠谱靠谱 他必须帮忙 乔乐生啊 他肯干这事 老同学帮忙演个戏 有什么的呀 就是 要是假戏真演 那不就更好了吗 再说就凭咱俩这智商 还当什么托啊 东方 干脆你直接跟乐生 挑明关系 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一举两得了吗 你现在是越来越靠谱了 那是 我一向都很靠谱 你这么靠谱 赶紧跟甜甜求婚呢 他敢 求婚对于女人来说 是多么神圣的事情 他敢这么随便吗 我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 行也行 别说咱俩 董方你到底是怎么意思呢 不用管他怎么想的 你去跟乔乐生说 走 你敢 我怎么不敢啊 就这么定了 走 那我们先走了 那点 董方被刘超北纠缠得 实在是受不了 说要请你当托 下好刘超北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想的 请我当托 不是我的地位 有什么时候就留到这么低下了呢 为朋友两类插头怎么就是地位低下了呢 顺便还可以帮我跟那个家具商 拉点广告 一举两得一善 是多好的事啊 你脑子没病啊 就我这样 我是当托儿的料吗 不是 我当托儿要什么料啊 那就是一个活道具 往那一干 让你冲点 你就找那黑车柜的感觉 让你柔点 你就找小情人的感觉 让你又冲又柔 哎 你就不用找感觉了 现在这感觉正常 行了 别说了 反正这事我干不了 哎呦 你就当陪朋友娱乐娱乐吧 我都已经答应董方了 说你同意了 谁叫你擅自做主的呀 你的好事就是我的事 我当然可以替你做主了 少放屁 赶紧推点 绝对不推 不去不去 必须得去 哎呦 哎 小叔 礼拜天的也不如睡会儿懒觉啊 不是 约好了今天有事 哎 老畅 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说好了今天有事的 干嘛呀 什么事 哎呀 你赶紧的 你不会变卦了吧 你看都几点了 我说了我不去 不带你这样的 我都跟董方约好了 你说好了你自己去 反正我不去 不是你 我了小叔 哎 你起着 啊 对不起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他死活不来 哦 没事 不来算了 哎 你这么起绝的掺和 不就是为了广告的事吗 这么着 我带你去认识几个家俱生 走 他 dans我 就说 紫禹 véha 啦啦 啦啦 l 啦啦啦 véha 来来来来 方俊峰 什么 他去当托了 他可真够大方的他 田地 田地 干嘛 我怎么了 谁惹你 我们家董方说你了 没有 董方惹你了 没有 你家董方怎么了你 你们家董方出事了 我们家董方出什么事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现在有个臭小子正追你们家董方的 咱俩说话这会儿 他们俩正在一块呢 保不齐一会儿 说话就溜达到你这儿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就是 突然冒出来的这么一个臭小子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广告商 一小白脸也没有钱 但是特别有信心 人家放话了说 刘常伟 根本不在话下 原话 我告诉你吧 人家 说话的状态比我可非多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说你到时候要是没有准备 被人家PK掉了 你说 他太不知道我留胖的是什么人了 我是吃肉的 不是吃素的 你不会到时候碰到那个臭小子 还会给他点颜色看看吧 那可说不准 得看我心情 那个老刘 那你先忙着我有事先走了 小马 什么事 跟你商量个事 好 没想到谭谭挺有收获的 你自己跟他们保持练习啊 这三件 你拿下一件来就够你忙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没包了你 可能反正麻烦你一回 客气什么呀 行 那我上个休息时间你先走吧 好 拜拜 好 拜拜 来 谁这么缺的啊 地上倒酒 摔着呢 疼吗 废话 摔着那样子都不疼吗 会干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啊 傻小子 走小马 疼吗 不是我 我冤枉了我 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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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看看你呗 呦呦呦呦呦 我怎么觉得你像干了什么亏心事啊 啊 跑这儿巴结我来了 你那朋友没事吧 老刘 我可得跟你说啊 搞恶作剧你得有分寸 是 下回真闹是不是命来怎么办呀 是 是啊 不是 不是东方 你找一突然把我下回去 有意思吗 有劲吗 有劲吗 我告诉你 在我心里 你现在已经是老板娘的代理了 你别恶心我承罢 谁是老板娘 我鸡皮疙瘩了 掉一地 掉地我给你扫 你走走走走 别老跟这儿缠着我了 不 我今天就赖在这儿 我不走了 你愁来劲是吧 嗯 我报警了 毒猫 方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非你不娶 你神经病吧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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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客户也没有这种态度的吧 公事就说 私事就免 我跟你哪有公事啊 那就免呗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我也生你的气 生气你还找我干嘛 可是我现在决定不生气了 要么说你活得比我聪明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不是你经常教育我的吗 行了 我真没时间跟你斗拼 心里有爱情了 说话都不一样了 你这是说你呢还是说我呢 我说咱们女人呢 行 你去找个闲得没事干的人说吧 那你 你这是真准备跟我绝交了 不是准备 是已经绝交了 这不是两败俱伤吗 伤了也好啊 省得彼此都累 是 我让你挺累的 所以我这不是求你来了吗 和解吧 好好好 和解了 赶紧走吧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不走还想干吗呀 我呀 今天晚上想请你吃饭 然后咱们俩找个地方好好玩一玩 自从来了北京之后 就跟一脚踩见了泥潭似的 拔都拔不出来 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吗的 婚也结了 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好好叙叙旧 今天晚上 我就想找个地方 咱俩好好聊聊 好好玩玩 就回首当年 其他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提 当年是很美好 可惜 今天心底了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不去 董方 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不给 我已经决定了 今晚在多座美食会所等你 你晚上要是不去啊 我就等到天亮 天亮你要是不去啊 我就先回家睡觉去 等我睡醒了睡饱了 我接着来这儿等你 你看着办吧 我们敛闭了 这个蛇头 你可以 PlanDA 的 好 사를 我 locked 我 对 因为 跟 看这意思 你早先把自己灌大了 那倒不至于 既然你来了 我可得好好感谢你 再次给我这面 第一杯 谢谢你给我这面 第二杯 谢谢有幸跟你成为发小 第三杯 感谢你自打我来北京 对我所有的照顾 行 既然这样 给我倒开 感谢你的诚意 我也干了 今天可说好了啊 喝多了谁也不去撒酒疯 不至于 不过也悬 来吧 吃点东西垫垫底 我刚才跟亚文姐说好了 今儿晚上咱俩呀 就在这儿 接着嗨了啊 不醉不归 醉了都不一定归 真的就咱俩了 那还有谁啊 你要愿意叫 叫谁都行 只要不是余连海和乔乐生 都行 你放心 肯定不叫他们俩 谁要救我哪在家 每个电视报名画 送起你做的情况 不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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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男人 吃个下 八个三 叫狗话 还有一个人啊 ç 最有看不跳出来 来 宋庆程 怎么回事 我父亲怎么会跟乔律生在一块 是不是你把这信息透露出去的 没有 这绝对没有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见他们俩在聊天呢 那那我我问问乔律师好了 什么呀 你你现在告诉他 他不就立马知道了吗 那我怎么交代呀 行行行行 走 宋庆商 让乔律师到我这儿来一趟 怎么了 你找我 你最近忙什么呢 还能忙什么呀 不就是公司那点事吗 集团那边明天有个谈判 黄总让我过去一趟 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没了 什么事 没什么 那个你明天去总公司的时候 帮我看一下余总呗 我最近忙也没时间看呢呀 行吧 正好我也打算去看看他 你同意了 人有时候真是心有灵气啊 行了 我先走了 怎么样 最近忙吗 我忙的那些事 你不是都清楚吗 我可不清楚 看看委托合同 解决解决交分什么的 业余生活放松点吧 交交朋友 别那么累 不是 你干嘛对我的业余生活 那么感兴趣啊 我不是对你的业余生活感兴趣 我是觉得咱俩每次见面 都这么剑拔弩张的不好 是不是能够放松一下心情 换个话题 怎么样 业余时间 读书 学习 既不读书也不学习 在社区 去帮忙搞点社区服务 认识了一帮老朋友 听听他们讲讲他们过去的事情 我突然有一种感悟 咱们现在干的这些事啊 真是不值得一提 还认识了一个信鱼的老头 挺可怜的 这儿子吧 在国外 一个人在国内 人也孤单 没办法陪他聊聊天 说说话 这老爷子有没有抱怨他儿子 老爷子都没抱怨 倒是我个人有点抱怨 那你有什么可抱怨 这儿子没人性啊 你想想以为自己有钱了 事业也好 就可以不关老人了 再怎么说 这也是生你养你的父母 是不是 以为自己有点成就 我买个房子 就算完成任务了 就算进了校道了 什么玩意儿嘛 你说得对 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别的事 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你该到总公司来 为什么 咱们现在的法律顾问太年轻 你过来就算帮帮忙吧 帮忙可不来 不算帮忙 加薪 升职 不是 这么说就是 赚工资了呗 对啊 行 水深了好游泳 升职了好赚钱 梦寐以求啊 先来做做啊 如果不习惯的话 还可以回去 既然我来了 就没打算回去 除非由于我干得太好了 你羡慕嫉妒恨她 我怎么可能羡慕嫉妒恨她 你还是那么自信啊 没办法 有钱的靠钱活着 没钱的就靠自信活着 好 我回头让小宋 马上给你安排 约她说吧 我先走了 小宋啊 我已经跟那乔乐生谈好了 我打算把她调到总公司来 余总 不会是因为我姐 上回来物流公司那事吧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我说过没有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不是 那行 那 那就 一千万你指示办呗 姐啊 女人喊要把乔乐生调到她身边 姐呀 我去家里 你去家人 我去家里 你去家里 我去家里 你去家里 我去家的小宋 我去家里 你去家里 我去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气嘛 杨婉 你能不能够 稍微注意一下我的感觉 我是你老公 不是乔冷生 好吗 我就是顾忌你的感受 我才让你别走这步棋 你就听我这一回 行不行 这样好吗 公司的事情由我说了算 你不要插手 好吗 咱吃饭 那你别吊他了 咱吃饭 我明白了 如果我真的把乔冷生 吊到我眼皮底下 你说你要是再去看他 再去关心他 再去表达你那情感 多不方便 是不是 你无聊 我想通了 我不调他去总司了 我就让他在原地方 老老实实待着 这总行了吧 那你还得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乔冷生挨面子 你这么一折腾 他肯定有想法 他有什么想法啊 再说了 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我这帮他 我还不能告诉他 我为什么帮他 我怎么那么贱呀我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知道我错哪儿 错就错的 我是余连海 我不是乔冷生 现在我把手头的活都放下了 明天就去总公司报到 冷生你太厉害了 受到大老板这样的器重 你可别忘了 我们这些下属公司的 你放心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不过是个法律顾问 能怎么照顾你啊 不过我一定不会忘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对我的照顾 有可能的话 我一定会 好好地感谢你 太好了 瞎大律师 这么兴起啊 都至告别词了 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出了点变故 总公司啊 你先不用去 什么时候去我通知你 看过了一路的繁华 看过了一路的繁华 看过了太多的真假 有时后会突然感觉到 害怕 好想一切都只是和自己开玩笑 好想一切都只是 幸福的 幸福他会说话 可是世界 总是太喧哗 才让自己 变成一种代价 放不下 多少人 多少年 太明白 幸福他在身边 用真心遇见 就不会太遥远 幸福他会说话 让我不要太复杂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给自己回答 给自己回答 幸福他会说话 可是世界 总是太喧哗 才让自己 变成一种代价 幸福他会说话 让我不要太复杂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给自己回答 给自己回答 幸福他会说话 可是世界 总是太喧哗 我们都在无数黑夜里挣扎 才让自己 变成一种代价 放不下 在无数黑夜里挣扎